荔枝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志涵 也是电视剧《谁都渴望遇见你》中的高冷总裁张敏 欢迎收听张敏的Lok独白日记 我是张敏 在我的生活中 说了工作 还是工作 纵使有着当白马王子的条件 但身边好像也没有人把我当成王子 或许是我对下属的要求太严格 但工作上的事 怎么可以马虎应对呢 要知道 我对自己的要求 可是更加苛刻 其实我自己也明白 我本来就不是什么王子 在这个家里 我只是一个替代品 十几年来 我用别人的身份生活 看着自己的母亲在痛苦生活 自己的父亲 从未给予过亲情的温暖 我只有拼命工作 才能够麻痹自己 拥有立足之地 只有得到集团 我才能摆脱这十几年来的阴影 受话伤人 不尽人情 都只是我保护自己的方式 谁不渴望得到爱呢 虽然外表看起来强大 我的内心 却很渴望 得到更多的呵护 直到那天 我遇到一个女孩 她给我带来从未有过的感觉 她可以让高速运转的工作机器停下来 也总是带给我意想不到的麻烦 我一直活在没有出口的人生里 曾经无数个夜晚 都无法自然入睡 直到遇到了她 我才能安心在黑暗中入睡 获得久违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遇到了她 我才能重新找到生活的意义 放下仇恨 选择心生 原来爱上了你 一切的美好 都是那么不可思议 或许每个人对治愈的定义都不同 但对我来说 爱情才是我的治愈 我是张铭 收看谁都渴望遇见你 探寻你我的治愈故事